有粉丝朋友留言说 他焯的土柳土豆丝软啪啪不好吃 怎么可能 大马头你这个大爷 我还对不起了 今天我一定教你 做出又脆又酸又辣又甜的土豆 啊不对 马铃薯怎么讲 全程叫做土柳土豆丝 这个马铃薯真的超级大 比我的手掌还大 我有说过 其实我们青岛不叫土豆 我们叫地豆 中原地区叫土豆 还有个地方叫做地蛋 管它是什么大马头 今天我们就来炒醋溜土豆丝 先从切开始 这样的做法最好是用切的 如果你实在没有技术 你就用刨丝的就可以了 但是刨丝会破坏了马铃薯的纤维 大家知道马铃薯本身就纤维很低 这样切的长条 马铃薯会特别的脆 切的越细越好 没有三十年二十年的刀工 只切不出这样来的 小娘也不要求你切成这样 你用刨丝的也可以 但是重要的一步在这里 也是马铃薯脆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加上水 洗 我一个朋友叫阿英 我那么多马铃薯 我送给他吃他都不吃 他说他儿子就怕胖 他女儿也怕胖 我就这样都洗好了给他 我说我不会让你胖 胖是因为淀粉 用这种方法淀粉洗出来了 就是我们台湾人说的菜白粉 怎么会胖呢 我洗好了一包包装起来送给他 他就再三由于才炒了一次 那这些就是洗出来的淀粉 剩下来这些我们就再加上水 泡 不是随便的泡 要加上柠檬 柠檬是抗氧化 更会增加马铃薯丝的脆度 柠檬切的越薄越好 你看我切的基本上是透明状 当然你没有种柠檬 你可以用白醋 也差不多的效果 至少泡半个小时以上 像我表哥表嫂大饭店 就专门有人帮他切 提前泡一个晚上 第二天炒的就非常的脆 好吃 醋溜土豆丝 已经离不开香菜 小辣椒 爆香就用香葱就好 这个时候已经半个小时 大家看看 这些马铃薯淀粉 水黄黄的就是氧化物 第一遍我们倒掉 这就是淀粉 这就是让你胖的淀粉 那么我们今天洗出来 你吃的马铃薯丝还会胖吗 淀粉已经完全洗出来了 为了更白 我再洗一遍 再煮半个小时 我再给大家展示 大家知道 马铃薯淀粉怎么来的了 泡了半个小时以上的 马铃薯丝就是这样 硬邦邦 不管是粗一点的 还是细一点的 都没有像我们刚切出来那样 软胖胖 而且越泡越多 一餐吃不完 先把柠檬捞出来 放一边 如果你可以再切一些土豆丝 可以继续的泡 这些我会吃两次 你看都很硬 先捞出来控干水分 我们就可以开始炒了 这些柠檬放进去 继续泡 可以放在冰箱里 明天中午再炒 明天炒这些就差不多 火 柠檬切得越薄越好 柠檬会完全把酸度释放 挑白土豆丝 加上花生油 香葱爆锅 最新冻的葱就吃光了 只送上香葱了 所以爆锅更香 马铃薯丝加下去 这个时候我没有先加辣椒 因为小辣椒太辣了 如果你的辣椒不特别辣 就先加辣椒 我炒的差不多 再把辣椒加上去 不吃辣的可以不加 加白醋 炒出来颜色特别白 特别漂亮 加上一小汤匙的糖 如果不吃糖可以不加 这就是醋里土豆丝 加上一丢丢的盐 就是又酸又甜 分分钟就熟 把香菜加上去 马上就可以出锅 这样土豆丝熟了 但是非常的脆 上面再撒上一点 香菜点缀一下 就是这么简单 就可以开吃了 就比一下 种在泡着的土豆丝 特别白 因为柠檬起的作用 炒土豆丝 在每个饭店都是主打菜 因为低成本 高利润 因为非常的清爽 吃下去没有负担 大家都非常愿意点 非常的清爽 吃起来口感脆脆的 爽而不腻 淀粉都被洗出来 一点负担都没有 也可以汆烫一下 用凉拌的 所以年轻的美眉的最爱 因为是减肥剩贫 没有负担 如果我单纯的说 吃马铃薯减肥 很多人会骂 你看到这里 就明白了 为什么会这样讲 过半个小时 这一波的水就很干净了 剩下的都是淀粉 非常白 就是我们台湾人说的 太白粉 这样的人工制作的太白粉 市面上你是买不到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里 你家里以后的马铃薯淀粉 就这样做 用途很广泛 放在阳台上晒干 就是马铃薯淀粉 让大家明白了吧 为什么我说 不是吃马铃薯 就一定会有长肉 这样没有淀粉的马铃薯 炒成土豆丝会长肉吗 你自己去想 好了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别猛了 ий 一